台湾歌手陶哲一个月内连环爆出两纵头新风波 政大外界以为正宫江沛荣因为心情大受影响 而一口气封锁两个社交网络的时候 根据江沛荣朋友在社交网络上的po文 陶哲夫妇日前同到佛光山北海道场参访 恩爱合影感情依旧 而道场的气场蛮适合他们当下的处境 可以净化夫妻两个心灵 反观最强小三杨子晴和所谓新欢陈欣宜 两女子都有共同的命运 都是看到新闻才知道陶哲结婚的消息 先后成为陶哲同心乌波的女主角 因此他们似乎对人生又有了新的体会 杨子晴日前感叹谈恋爱变成约炮 而乳勾妹陈欣宜也说 不要浪费时间在只想暧昧和上床的人身上 不过看到陶哲夫妻恩爱照 生活完全不受外面风风雨雨影响 而小三却还活在感叹的节奏中 反差真大呀 三户视频娱乐播报香港报道 台湾歌手陶哲 一个月内连环爆出两纵头新风波 政大外界以为正宫江佩蓉 因为心情大受影响 而一口气封锁两个社交网络的时候 根据江不要浪费时间 在只想暧昧和上床的人身上 不过看到陶哲夫妻恩爱照 生活完全不受外面风风雨雨影响 先后成为陶哲同行风波的女主角 因此他们似乎对人生又有了新的体会 杨子晴日前感叹 谈恋爱变成约炮 而乳勾妹陈欣宜也说 贵容朋友在社交网络上的破文 陶哲夫妇日前同到佛光山 北海道场参访 恩爱合影感情依旧 而道场的气场 蛮适合他们当下的处境 可以净化夫妻两位心灵 反观最强小三杨子晴 和所谓新欢陈欣宜 两女子都有共同的命运 都是看到新闻才知道 陶哲结婚的消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